第二 欧依大师为我们说明 第一个是什么 信佛愿 来给大家看一下 佛是指阿弥陀佛 愿是指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 那为什么我们 欧依大师要我们深信四十八愿 要我们深信阿弥陀佛 曾经在因地修行的时候 又发这么大愿 为一切众生建立了西方极乐世界 而建立了这么好的一个环境 让我们十方一切众生 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 能够聚会一处 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把它找出来 因为四十八愿的阿弥陀佛 都是饶者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大家一定要记得 整个四十八愿都是饶者 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的功德 而释迦牟尼佛讲监说法 四十九年都是饶者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一句阿弥陀佛名号 整个展开的都是周遍法界一切众生 整个虚空法界都离不开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所以尊敬的主义统修大德 从这个角度你可以看 你可以了解 这一句名号的功德真的不可适宜的 虚空法界周遍法界都离不开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所以在这个地方 阿弥陀佛为什么教我们要深信四十八愿 因为只要你能够把四十八愿而了解 听懂明白了 你才能够对这句名号 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 才能够产生的深信 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 那今天为什么我们念佛的人多 得力的人少什么原因 这个我们一定要很大的思维 所以尊敬的主义统修大德 你们想一想 你们自己去思维一下 整个虚空法界 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四十九年 都离不开这句阿弥陀佛 所以你今天能够念这句阿弥陀佛 你又怎么念 你又怎么念这句阿弥陀佛 我告诉你一个秘诀 你把你的身体 所有的细胞 都离不开这句阿弥陀佛 你把所有的所听到的 所看到的六根接触六成 都离不开这句阿弥陀佛 用这种的精神来念这句阿弥陀佛 哪来不成就的道理呢 不管你听到什么 你看到什么样 你在外面听到什么样的声音 你在外面看到什么样的环境 看到一切处 一切人 一切物 你都离不开这句阿弥陀佛 你念这句阿弥陀佛 哪来不成就的道理 我们有没有用这种心态来念阿弥陀佛 没有啊 你的六根 就接触六成 都是在迷惑啊 所以你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得不到利益的原因 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为什么 祖师大德把四十八愿 这四十八愿里面 总共有十三愿 都是在讲什么 闻名号 获得功德利益的 你只要闻到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你就能够获得五两五边的功德利益 何况 你用你的真诚心来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那就更不可思议了 你看祖师大德把四十八愿里面 总共有十三愿都是讲一切众生闻到名号 这一句名号的功德 你就有 有不可思议的功德 何况你用你的真诚心来念这句阿弥陀佛 那更不可思议了 所以临死大师怎么说呢 我们看下面 你看临死大师讲得非常好 举起名号 尽种德 而具备 专户取也 同万行而无前 这是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我们看下面的那一章 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都是像什么 一条大船 能够帮助我们一切众生 在苦海当中离苦得乐 而能够带到我们一切众生 离苦得乐往生西方净土 就是像一条大船一样 无论你什么样的上根 无论你什么样的根性 无论你今天造了什么样的愿 只要你相信这句阿弥陀佛 只要你相信有四十八愿 阿弥陀佛都能够帮助我们离苦得乐的 所以我们看下面的 所以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就像什么 大愿船 能够运载一切万物 往生到极了世界 到达彼岸的道理 你要相信 因为这个世间真的很苦的 尊敬的随同修他 太苦了 今天 你看看我们现在外面的这个疫情 带来多少的 很多的不方便 带来多少的种种的恐惧害怕 那以后如果来的更大的 那怎么办呢 以前我们常常听到有世界大战 有第一次有第二次 有第一次有第二次 有第二次一定有第三次的 那以后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那就是等于毁灭世界 为什么 因为都是核子弹的炸弹的 你看这个世界真的 都是被那些人聪明的人 聪明反而聪明物 这些聪明人毁灭的 种种的我们都不知道 因为在这个世间 没有人能够意料 明天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老实念佛 每一天不断的要念阿弥陀佛 只要你能够把这句阿弥陀佛 应用在生活 处事待人觉悟 那你有保障 你这个保障将来 能够带到我们离苦的了 往生西方净土 你就了生死了 所以尊敬的 主要同修大德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了解 要明白 我们今天坐下来念佛 最主要不是教你说 我要来修福德功德 那个是小事 这一句阿弥陀佛 最主要是教你修什么 就教你放下 放下你的烦恼 放下你的自私自利 放下你的贪嗔是慢语 放下你的明文力 你才能够幸福 你今天念阿弥陀佛 但是你个内心对这个欲望 对这个贪心 对这个称慧 对明文力 对自私自利都不放不下 你念这句阿弥陀佛就不会得利的 你都是跟阿弥陀佛 借个缘 所以今天我们坐下来念佛的目标是什么 就是要把你的烦恼放下 你要懂这个道理 你要会念阿弥陀佛 所以会念阿弥陀佛的人 是这样的 他生活非常的自在 为什么 随喜功德 不会念的人 一切法 一切万物 每一件事情都是要执着 你说 念佛有用吗 没有用 所以尊敬的 至于同修大德 这个就是我们 为什么 这一生能够医到这个法门 确实真的 你的上根福的因缘非常的丰富